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啊 今天来做的这一只就是那个Cabex的一个对比 那有看过这三只的朋友都知道那 呃 Cabex的话主要我一感冒的就只有这一只 另外其他九代 十代或者十一代的就九代的那个黄铜感的比较粗一点的 然后十代的那个铝合金感的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和那个后面的一个旋转初心的那只十一代的 都我都不太敢冒 我就直接上来就就对这一只比较喜欢 然后即使我上来就给个结论吧 呃 即使一上来说你叫我选 我还是会选LS 就是价格虽然说最贵 但是它整个笔声等等都非常的大气 那这是我个人喜欢的 但是你们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一个需求 然后再来选 那首先来讲三只比来讲的话 那最新出出面式的那肯定是这一只白金的一个呃 Cordius 再下来最便宜那肯定是这一只吗 宁兰的910 那最贵的 那Cabex最贵的 那当属那个白乐的一个呃 LS 外观上来讲我觉得没什么可比性的 基本上就是按价位来算的话都是匹配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外观都匹配他们的一个价位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的就是百乐的和白金的一个电镀 那能看到的百乐的这个它是偏黄一点的 那这个偏白一点 但你如果有有用过鞋热的一个 嗯 它的一个21k跟万宝龙的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万宝龙的这个电镀它是偏黄一点 我不知道就是这几个贵的品牌他们用的一个金属吗 都是偏黄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但是如果看过去百乐早期的一个啊不 百乐早期的即使它金属的它也是偏黄的 我不知道在金属上面他们那个成分上面有什么差别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铜还是说什么一些抗腐蚀比较好的一个材料 那白金的这个的话 那这个部分肯定是一个金属金属的一个比较吗 这个不用考虑吗 塑料的肯定几下就断了吗 那我觉得差别最大的就是这个颜色上 那能看到首先电镀的颜色 然后再下来的话 笔尖的话一定要讲一讲的 你看那个 零啊不对 我应该猜出来给你们对比一下 或者对我猜出来给你们对比一下吧 那个首先是这样子 那我先分分件啊 这一个 然后还有这只capless的ls 这个基本上都会被烧到 不可能说没有被烧到 好 那这个我先放这 那我觉得大小来讲没什么好对比了 因为都看过一个别的视频了 白金的这只真的说实话拆起来真的比较麻烦 好 那这个我们先放放到前面去 好 我尽量弄得整齐一点啊 好 那能看到三个总成来讲能看到 琳南的和百乐的你看到他的这个尖都是特别细的 就特别细长的这种尖就是跟不属于那个 常规的一个干笔的一个笔尖 呃 然后下来了白金的这个你看到就这样对比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呃 白金的这个飞机尖它是偏大的 那表面上它它的尖在笔尖的一个效果来讲 它是非就笔尖的一个大小来讲它是小尖 但在capless的这款这款笔来讲它是一个大尖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白金的这块部分用塑料真的廉价感真的有点太重 那他可能觉得说啊里面反正看不到嘛那就用个塑料件 也有可能是说嗯 金属跟塑料嘛 因为两种不同材料的一个结合的话 它的抗磨损性是比两个金属放在一起的一个抗磨损要大要好的 然后再下来了就是这个白金的操作等等都比较复杂 我觉得就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了 好听一点就是diy可玩性比较高 但是不好一点就是对我一个我单纯是用笔的一个人来讲 呃 我不太喜欢 说实话 因为像它这个直接细末器一进那就搞定了 或者是它即使后面的这个套筒 我到现在也没有去用 就是我觉得它这些就是分辨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像那个白金的话又要把这个菜又要把那个菜拿着灌 然后每次上磨还要这样子 就每次上磨的三个都一样的 琳琳的话这个有一个注意的就是这个金属环 那很多时候是怎么我拿出来 然后这个环还在这个笔杆上 就这个笔芯上面 然后环呢就掉我这个新墨瓶平常大家有看到吗 然后就掉到墨水里面了 我试过好几次了 那琳琳的价位来讲的话 基本上性价比是最高的 你追求能用的那这只肯定没有问题 那外观的或者大气质量等等的 就基本上这三只跟它的不管质量 还有它的一个白金的一个质量 我就奇怪 这个比较有点歪 比比手有点歪了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我翻车了 但是如果是外观 还有它的一个整体质量来讲 虽然比手歪了 但是它本身你看这些 比如说一个就是氧化 或者是说这些的一个就光节度等等的 那还白金这一点上还是很对得起它的一个价格的 再下来呢就是它的一个耐用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都是应该是白金和CAPLESS的一个耐用性比较高 因为它这个基本上你要换那个金属感 我觉得可能质量会好点 不然的话像这种塑料吗 你基本上掉一边掉一边地板的话都会像我这只讲 我这一只waterman已经是10年了 然后用的很久了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一刷一下 然后看到吗 就这样子凹一下了 这一种的话 基本上不可避免的都有这个问题 就时间久了 不是脆化就是有点应该是脆化了 不会叫软化了 好那比肩来讲 我还是那个例行的给大家看一下正方便吧 别的我就不看了啊 好那个比肩的话首先是这样 那看到 比较它的毅力来讲比较圆 比较圆 可以 那中缝非常的紧 然后呢 这边也是比较圆的 旁边的话也是圆的 好 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白金的 那如果是想细看的 麻烦就去那个就是我分开的那个细部的那个 就短视频那边的评测去看啊 这边白金的一个EF你会看到它整个夹的会更细一点 然后这边的一个源头也是也是源头 那这边的主要就是笔蛇 但笔蛇这个反正调整一下就好了影响不很大 再下来呢就是这个的一个capless啊 我最爱的这一只白日山加其实我最爱就是白乐 然后再下来能看到吧 就是白乐的伊利山对来讲会偏长一点 然后再下来它的一个侧面都是偏远的 那写起来都是三种鞋感 其实它是挺接近的 基本上就是看你那个粗细度 好 那看完以后 然后现在三只都上满墨的 都是满的 就是我刚刚已经重新上过墨了 然后再来做这个评测的 然后呢 有一个必须对比的就是它的一个重量 好 那三只笔那你看白金的装起来的一个机械感是非常强的 那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机械感 我个人是喜欢欧式的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功能非常简单 然后一个东西就卖的价格也非常可观了 但是它那个质量给人感觉就是非常有保障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欧笔的原因也在这 我本身也喜欢这一类的一个东西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太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好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 好 那首先是我们的一个零南910 好 25.2 再下来了这个白金的 你看就上完木耳的重量多了一个三克左右 28.9 开不了是不用想的应该40多 啊 还没到40 快40了 那各有利弊吧 反正这两应该怎么讲呢 这两只的话其实除了笔尖以外 那个就笔尖因为它是EF嘛 然后笔尖也很难对比那除了外观以外 其实用起来是差不多 就看你为不为这个颜值买单了 对我来说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说要嘛就这个拿开 我要嘛是喜欢这样 要嘛就跳了这样 然后这个的中间的我基本上是放一边 这是我的一个用笔的一个习惯 好 然后再下来了就是我们来试写一下吧 对比试写一遍 然后而且百乐的这个静音的话说实话真的很烧到我 好 我按一下这个线 然后这个capless 啊 pilot 我这个是EF间了应该三三只的话是最滑的 然后FNIP嘛 然后轻轻的一下 然后再重重的压 那你看到他可能这个是金剑一压就非常的一个明显 还是一样我就写那个前面两句吧 那看你们反馈吧 你们说啊两句太长了那行吧 我就写一句 那基本上这个就你们来决定 呃有点不太习惯了一边写字一边说话 然后呃怎么讲呢 一个脑袋要同时那个要想两件事情了 这个multifunction真的不是很适合我 然后这样一收就非常的有那种生活生活感 但是生活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测淡啊 就是很有那种就是高级书写的那种奢侈感啊 因为生活那个他是属于那个社会学科来的嘛 那他反正就是呃更多的他是一个商业模式了 呃拼音我个人其实是不会那个拼音的 那宁兰的话这一支的话就相对来讲就是呃910 呃因为这个给我来用一看就歌手就非常的明显了 然后这个我应该是fnip的吧 因为他比买太多了真的忘记了这个顿挫感的话 就顿挫感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呃百乐的那个最滑出没你能看其实百乐的是比 跟或者应该跟三支的一个粗细度吗 我觉得都很有保障 反而是百乐的那个他就是他本身这个品牌的比吗 那个出没都是比较那个大 那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支比他的比肩很粗 其实不是他是比肩很细出没很大 他是这样子一个设计 然后也是唯一个品牌是这样子的 其他的话就是两个都小或两个都大 然后呢他这个就是呃一个大一个小 好再下来是那个pandium的好像是这么平吧 我都忘了然后courdius好像是这么写吧 然后efnip 然后我重压一下那也能压 但是没有这个的百乐的这个这么的明显 然后能看到其实百乐的这个你看下出没很大 但是其实百乐的比肩应该是如果是干肩的话 他肯定是最细的 其实日三家的比最细的比肩肯定是百乐 这个是没什么好质疑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白金的其实呃 没有没有这么细 而且我这个是那个快干的一个墨水了 就jherbin的那个珍珠黑 那其实所以说很多笔你再细的笔 我这里一用的话就是差别不会很大 那如果是细笔用那个连性大的一个墨水 我觉得又没什么必要 让人看到三个笔的一个粗细基本差不多 反而这是ef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笔是歪了 然后这个的问题然后导致他出没比较大 那可能是说到时候需要调整一下这样子 那鞋感上你要弹性的那滑度的那 百乐的基本上是单之无愧 然后琳兰的这个单之无愧的一个性价比 白金的这个单之无愧的DIY感 然后就是他很有文具的感觉 也很有机械DIY的感觉 他是把这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子一支笔 也是暂时的唯一一支那个透明示范的capless 对然后好那就大概就三支的一个对比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是说有什么我漏奖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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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